谈到人生的一体化处理插件 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款 来自于Azotope的Nectar 大家好我是Elix Azotope这款插件 真的是出了已经很长时间了 里面的功能丰富 尤其是配合它一些 这种人工智能的 或者这种助手一样的功能 是相当相当好用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它里面都有哪些功能 这个下拉菜单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压缩 有D-Azor去持音的 有延迟 Dimension 这更多的是像一个合唱 或者像一个空间感的功能 均衡 门线 和声 混响 音染 所以你能想到的 给人生可能能用的东西 基本都在这边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是叫Vocal Assistant 就是帮助你去 根据你输入这个人声 给你进行一些调整 咱们先试试它 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叫Assist 就是帮助你去听你的声音 然后优化你的这个Vocal 还有一个是叫Unmask 这个Unmask是帮你把人声 和你的另外的背景音乐 或者其他音轨的频段 稍微区别开 对于贴唱的朋友来说 特别有用 因为你基本就是 一轨伴奏和一轨人声 然后你可以用它们去稍微的Unmask 就是让频段之间互相的 能够突出出来 错开 咱们先试试第一个 点下一步 Vibes 就是什么样的感觉 Vintage Modern 或者是Dialog Intensity 就是强度 所以咱们就都选在中间 然后下一个 我们现在播放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步骤 加了压缩了 OK我们看看它给了我们什么 第一个Peach 这是默认一定有的 当然这个地方没有开开 门线并没有开 因为可能它觉得不需要用那门线 接下来它给了一个EQ 在一些部分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DS 去齿音第二个均衡 稍微的做了一些低切 以及高频等等的提升 压缩 最后加了一个混响 一起来听一下 所以它调的还是相当的保守的 当然了这里边有很多的判断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能够帮助你去很快的 应用一个模板 进来 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 可能多加一点的混响 很多人通常直接进来 就是先把混响推到嘴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唱卡拉OK的 或者直播的朋友来说 混响就是最要命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先增加 我们稍微增加一点听一下 好像听起来一下就有信心了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助手的这么一个功能 当然里边有很多的预设你可以去选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看 它都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以及都能干什么 首先第一个咱们先想一想 均衡 这个均衡就像所有的Azotope的均衡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然后Azotope的插件里面的 这个均衡的形状设计 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有时间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讲 我们先做一些很简单的调整 它们再加一个压缩进来 用这个压缩的时候 你要记得是这个threshold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拽下来 它会开始压缩 然后其他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地方 种类里面它有数字的 有Vintage Optical Solid State 这个基本就是不同的风格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咱们就用一个Optical的试一下 Peak和RMS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Peak的话是 它是抓住你的声音的尖尖的那个地方 RMS是取平均响度 RMS的声音会平滑一些 Peak的声音可能会突然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单一个音轨的话 就比如人声的话 你用Peak是没问题的 试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开压缩 这个风格当中稍微的多压一些 好 咱们把它放到差不多5-10%的样子就可以了 不用把整个都压缩 这样的话你可以实现一个平行压缩 再往下咱们看看这个Harmony 这个Harmony是很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人 这边有一个人 如果你现在放的话 它是一个合唱的那种效果 然后你可以每一个去调整它的声音 这个地方是变调 你如果想让它变一些调的话 你可以变 然后这个Panning左右声道的摆位 你可以直接在这拖拽 然后往上的话增益会增加 往下的话增益会减少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去摆这两个人的位置行了 然后这边是总的控制 Pitch Correction的话就是你可以让它稍微的音调变一些 这样的话听起来有一些变化 你可以低切或者是高切 这是原来的 然后你还可以在家 比如说你再加两个人进来 方向远一点 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下 看看怎么能设计出一个帮你合唱的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咱们再往下看呢 可以看一看混响 它对混响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给了你一个基础的设置 以及呢一个频段的调整 我们把这个混响现在放在50% 应该听到很大的混响 那首先第一点呢 你会觉得高频可能太多了 咱们先把这个Harmony关上 欲延迟 它这个声音稍微有一点硬 但是呢 用起来还是可以 你需要自己控制一下 比如你需要把高频切掉一些 取它的比较暖的这个部分 这是干声 你可以点这个地方match 这样的话你bypass以后的音量是一样的 好 咱们再试一下这个Delay 这里边效果太多了 所以呢 可能一次咱们讲不了那么的细 Delay里边有的数字延迟 磁带延迟 模拟延迟 Ground 估计就是比较脏的那种声音 echo等等的 咱们就随便找一个试一下 我们把延迟放在混响之前 feedback讲一些 咱们剪到1%拍 你可以看到这个1%里面有个Dot 这是浮点的那种 可以剪到1%拍 modulation呢 你可以增加 比如说它那种像合唱一样的声音 我们试一下 经过这些处理呢 你开始发现你的这个耻音开始出来了 可以再加一个DS 这个DS你可以加在最后 你可以加在前面 都无所谓 你目的就是去掉一些你的这种高频的声音 咱们试一下 点Listen 然后拉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它开始限制这些特别刺激的声音 这些声音比较低 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放到稍微大一点 把这种刺激的声音控制一些 反过去听一下 原来的 所以处理好了DS1号呢 基本上就可以去混合你整个这个声音的音量跟你伴奏的关系 当然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比如像门线 门线咱们就不讲了 门线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噪音门 或者是去去掉那些你不唱歌的时候的声音 就是很简单的 然后Saturation的话 你当然可以把它加进去 里面有几种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个Saturation 而且Saturation的话是你可以去拉下来以后 只去提升低频的 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厚一些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试一下 就像我说的这里面的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咱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个一个特别特别仔细的去讲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的这种插件的知识的话 每一个功能其实都是很显而易见的 如果你实在是不会的话 就继续用这个Vocal Assistant 咱们再试一次 假如用一个Modern 用一个Vintage 用一个Agressive OK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还是听起来还是不错的 原来是均衡 去齿音 均衡 压缩和混响 它基本上是有一个自己的template 有一个自己的模板一样 把这个混响稍微增加一些 还不错 所以你基本就可以用这个Vocal Assistant 然后增加一些你的混响 如果你觉得混响不够的话 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所以这个就是Azotope的Nectar 一体化的人声处理的插件 有很多很多的细致的东西 是可以调节可以调整的 如果你需要一款插件 能够帮助你去调整人声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Azotope的插件呢 也一直都是有口皆碑的好 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赏 拜拜 拜拜